大家好 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 我是韩媒 今天是2020年3月17日星期二 我们大家都知道呢 川普是一个大嘴巴 他什么都敢说 什么唱歌都敢说 什么话都敢说 那同时呢 我们也知道川普呢 说话一点都不负责任 他自相矛盾也不管 自己打脸也不管 这不是吗 进入这个疫情以后呢 他一开始说 哎呀我们美国没事 我们美国只是几个病例而已嘛 然后下礼拜就没了 很快就没了 这个病毒没有那么可怕嘛 这个病毒呢 不用慌张不用慌张 就只是洗手就行 养着一个洗手习惯 就洗手就可以了 不用那么紧张 口罩呢后来又说 口罩呢我们都有 但是我们用不着 美国的风险呢很低很低 我们不用惊慌的 我们呢就像对待流感一样 就行了 我们每年流感的时候呢 每年都会死亡 我们去年就死了 三万七千人吗 然后平均每一年 冬天的时候呢 这个流感都会死 两万七到七万人 不等 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我们原来 那么大规模的感染 对吧 流感每一年都死 然后我们也没有 停这个停那个的 我们也没有封锁 不是都过来了吗 有什么大不了的呢 然后呢在今天 他们在宣布美国第一版的防疫指南的时候呢 他就说了 现在呀很糟糕是很糟糕 大家都要配合 我们每一个人呢都要做好准备 不要去参加大规模的聚会 每一个人都要做出一点牺牲 我们现在呢给大家带来一些不便 只要我们大家团结一致 都来配合 这个疫情呢很快就会过去的 虽然说呢现在这个疫情呢 现在很糟糕很糟糕 那这是一个什么情况下就让他180度的大转弯呢 美国昨天呢是他们开始大规模测试的第二天 昨天呢他们增加了将近1000人 美国现在确诊的人数上升到了4600多人 将近5000人 我说话的这个时候呢 应该已经有5000人以上了 应该有5000人以上了 那现在呢全世界所感染的情况呢就是 中国仍然总数是81000多人 而中国呢现有的确诊的人数呢 不到9000人 其中重症病例现在降到了2000多人 到这个月月底的时候呢 中国一定会清零 而全世界的疫情呢就不容忽视了 尤其是欧洲 欧洲是全面爆发 现在中国境外的地区 感染的人数总数已经超过了10万 还在猛烈上升啊 这个局势呢非常严重 真的是跟川普说得似的 非常糟糕 川普呢现在向他的市场 之前已经注入了是1500亿 星期天的时候呢 美联储再次降息 接近于零 但是川普呢还觉得不够 还应该再降 他说呢人家日本呢 人家澳洲啊 现在都降到负利率了 还应该再降 而且呢实行了量化宽松7000亿 尽管如此 美国的股市呢并没有买账 美国的股民呢并没有买账 就是说美国的股民并不认同 因为美国的股票昨天再次狂泄 再次大跌 那个牛市啊已经过去了 现在呢是绝对熊市 有的人呢开玩笑就说 这个疫情呢 这个病毒现在到了人传牛的阶段 已经在美国出现了人传牛的第一例死亡 那就是美国股市的这个牛市已经死掉了 病毒变成了一头大雄 注入资本和降息 一概不管用 量化宽松 只能是触发美国经济的大衰退 川普呢也承认了这一点 他在昨天第一版防疫指南推出的那个记者会上 他已经承认了 那现在呢全球除了中国以外形势非常严重 累计确诊的人数呢我刚才说了 已经超过了十万 马上就达到了十万零一千 每一天呢都会乘一万的数量级往上上升 而死亡的人数呢现在全球也已经超过了中国 中国的死亡人数呢到目前为止是三千两百三十一 而中国以外的死亡人数呢 现在已经达到了三千八百六十七个 已经超过了中国 超过了中国六百个人 我刚才已经说了啊 澳门今天呢宣布了一条法令 就是除了中国大陆 中国香港以及中国台湾以外 也就是说除了中国人 所有的人都不可以到澳门 澳门现在封锁了他的边境 除了中国人以外 这个中国人呢是指这个国籍啊 包括中国大陆 包括中国香港 包括中国台湾 除了这三个地方以外 一概都不可以进入澳门了 估计随后呢 香港和台湾也会跟上 中国大陆不知道会不会跟上 但是中国大陆呢 现在采取了很严密的措施 防止这个境外输入 现在中国大陆呢 境外输入的病例呢 已经达到了143里啊 143里这个数不低啊 有很多的国家呢 达不到这个数 有很多国家都在100以下的 台湾地区就在100以下 台湾地区呢 他这次防疫的过程当中 他们的成绩还是蛮显著的 不过台湾呢 他有他的这个优势 就是他是一个岛 你只有乘飞机可以来 其他的方式你来不了 而且呢 他从一开始呢 他就采取了不让外来的 尤其是从大陆来的 就不让进来 大陆啊 香港啊 澳门啊 就不让来 包括他自己的台湾人 他都不让来 对吧 滞留在武汉的那1000多个人 费老大的劲 运回去第一批 隔了一个多月 才运回第二批 现在第三批还没有动静 台湾呢 是以这种拖延的这种方式呢 来隔离的 跟外界隔离的 所以呢 他那那个数额呢 还是蛮少的 美国在未来的一周 昨天他就增加了900多个 将近1000个 那他以后的 未来的几天呢 他应该会每一天 都会以1000个的数量来增加 所以美国的形势呢 是非常严峻的 川普呢 终于认识到了这一点 终于不再嘴硬了 而且呢 美国的那些专家 预计美国的这一疫情呢 有可能会持续到七八月份 如果他持续到七八月份的话呢 他都会影响到我 因为我这次回国买的机票 我是经过美国回加拿大 如果七八月份 美国仍然是很严峻 他的机场如果封闭的话呢 就会影响到我 因为我要经过他回加拿大 到时候如果说 美国我不能入境的话呢 我就不知道到时候怎么办了 不过我本人呢 如果他很严重的话 我也不大敢入美国境 比如我在中国呢 躲过一劫 然后呢 到美国我在感染上 我想应该是 如果说到时候 我回去的时候 美国还是封闭的话 我想那个机票 他应该可以给我退掉吧 反正到时候再说吧 这个视频呢 我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